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时时入扣 好台湾呢很多的年轻人都在这个餐饮 旅游跟这个车玩类的行业当中找出了自己的天地 今天呢时时入扣 这个我们呢非常谢谢家昌 又带来了一位青年级生在我们的现场 我今天要介绍就是小个十岁的青年才俊 江山带有人才出 那今天到节目现场的是吴子敬面包老师 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名字一定稍微感觉有点耳熟 因为第一个他的姓很特别武术的武 然后第二个是其实他就是宝春老师 那个时候在世界大赛拿到冠军的得力助手 后来他自己也参赛也拿到了冠军 那最有趣的是他的面包生涯 从高雄开到台中 然后这一部总算回到总算来到了台北 然后创出了一个新的形态 然后我上个礼拜特别去了店里一趟 感受很深 好我们来介绍吴子敬 子敬早 大家知道 郭郭介绍 你很像那个 其实你很像电影里的武术指导老师的名字 就武嘛 武大郎的 我这样讲不太好 就是武文武的武郎 然后这个孔子的子敬是 这个 就是郭敬 这个 那在那个 什么歌里面是有这个敬字 那OK 敬康尺有位学 OK好 我也是怕乱讲话 OK好 那吴子敬他这个是 高参旅 烘焙管理系 烘焙管理系 毕业 那你怎么 当时怎么会跟吴宝春一起出去 毕业在巴萨 那时候是 我没有在巴萨迪娜 那时候是 要去比那个国际技能竞赛 然后 保春师傅是要参加世界杯 那我们的教练是同一个 就是现在中华古类研究所的所长 施坤和所长 这个市所长 其实对于很多烘焙界的年轻人 是很有体系跟保护的 对对对 没错 所以把台湾的烘焙给 带起来了 好 可是问题是 当然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烘焙界有那么多的大师 应该是 在高雄还有陈耀迅吧 对 他的那个面包都跟那个 全家在合作当中 对不对 那这个 那吴宝春也是从高雄起家之后 人家还读了新加坡的这个演别 然后一路就变成一个celebrity 然后昨天还在那个 星光结识堡的新义路的那个地点 开了一家非常高档的这个面包工坊 所以竞争很激烈啊 那你们做的都是同样的 欧式面包吗 算是吧 不过我自己的东西会比较加入 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这比较特别啦 这一个 红萝卜 上面长得像红萝卜的面包 对 它其实就是用红萝卜做的 是啊 对 好 那你那个刚才那个 加上说你的面包店的 这个 就内部摆设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 对 就是店里面其实我只有一个比较大的展示桌 那每个面包都只有放了一个 在这个桌上 就是每一种品项子放一个 那如果你进来的话 就必须要用点的 有点像在买甜点的那个感觉 那不能试吃吗 可以试吃啊 我们都会切试吃的给大家吃 每次在路上有肚子饿的时候 有一个方法 你就走到那个有些面包店 他就有试吃了 你就去走一圈就吃罢了 就可以出来 那比较有趣的是 子敬很希望能够跟更多的消费者有互动 所以他希望用这样的方式 让消费者 其实半强迫他们 必须要跟他本人 或者是他们的师傅 在面包上产生更多的连结 这样你就要很多人力啊 也算是吧 就是一开始比较辛苦啊 那解说远其实就是做面包的师傅啦 就是他没有特别请外场 他们是自己师傅们来回答这些关于面包的任何问题 师傅做面包之外还要负责结账包面包 跟客人介绍面包 还有泡咖啡 台湾的人口越来越少 对于吃面包的这件事情会不会有影响啊 应该不会吧 应该吃面包的人会越来越多 应该会越来越多吧 可是问题是说台湾人呢 我们从小被训练是吃日式面包的啊 什么肉松面包啊 夹成的奶油面包啊 菠萝面包啊 今天你带的面包里面没有菠萝面包啊 那我们被训练的就是就是台湾人呢 被训练要吃日本式的或是日台式的 红豆面包啊 什么的 什么红豆麻糬啊 什么 但是因为五宝春啊 出现之后 欧式面包就开始带 就是分庭抗礼嘛 那所以你的面包是欧式 其实我没有把它定义成什么式啦 就是把它融合成我自己的面包 因为这个胡萝卜面包是软软的 对是软的 但是它没有加油 然后它也算是比较 这样小朋友爱吃吗 就是专门做给小朋友吃的 因为我自己很讨厌吃红萝卜 我就觉得小朋友应该不能像我这样 它这个小 这个里面的红萝卜是吃得到红萝卜的口感 吃得到有比较细小的红萝卜 会不会把它吐出来 应该不会啦 因为我有调过那个味道 OMG还有甜菜 甜菜很难吃啊 味道很重 有人说是人神共分的两个材料 放在一起之后 就是出奇的好吃 与神同吃 真的 这个胡萝卜 所以这个是 是算你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发酵的方式 发酵的方式也是用我自己 比较喜欢的方式去发酵 它做出来会比较有Q弹的口感 所以小朋友会拿着它觉得 吃 它不会觉得是被骗吃 红萝卜跟甜菜 甜菜要做得好难啊 对啊 有些小朋友看到这个就很喜欢啊 因为造型很有趣 就像是红萝卜 就像红萝卜 那那边呢 这边这一堆是奶油卷 奶油卷 就是胭脂花奶油卷 是比较多面包店会做的东西 对对对 奶油卷要好吃 一定要奶油好吧 对 那我用的奶油都是那个 法国夏朗德产区的兰斯可 有AOP的产地认证的奶油 奶油卷是 你这奶油卷是原先就放到里面 对放在里面进去烤 不是把它借开来的 对是放在里面烤的 然后其实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像这两个 这应该是其他面包店都看不到的 哦这什么 把它打开来 这一个是青森苹果的可颂面包 法式奶油青森苹果 白巧克力的法式奶油 然后这也是一个网球 最近没网 没网开打了 所以就做一个网球的面包 那不一带姊姻做一个女球好了 羽毛球的东西 带姊姻德冠军 好像可以去吃麦当劳 对对对 最近可以来想一下女球的 这是网球 对 它其实是德国的圣诞面包 stolen 我觉得吃完这个 确实应该去打网球 它应该会 消耗一下体力 这个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酒制的葡萄干 还有麦米的 非常大量的酒泡的 然后有肉桂啊 茴香啊 这是德国圣诞面包 德国的圣诞面包 我们以前介绍过意大利的 那个 Penetony 他们对 在圣诞节的时候的水果蛋糕嘛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是德国的 也是 把它的这个 这些果干都泡久 对 没错 就是有很浓郁的酒香 可是外面那一层觉得 外面那个是黄色的玉米碎 干燥的玉米碎 它感觉到好像煎过一样 对对对 吃起来会有点脆脆的 有点像那个Dona的感觉 会有点脆脆的 但是是烤的啊 对 有低温烘过 OK 一个烘焙师的 这个成长过程要多久时间 你为什么读高菜里最后是做烘焙 我读的就是烘焙管理系 你从小就喜欢啊 呃高中毕业的时候 突然发现 呃做面包做蛋糕是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就从 呃普通高中 我们通常都觉得吃是很有趣的事啊 我觉得他也很有趣 而且子敬是成名胜长 啊 所以他二十几岁就参加 因为他七十五年次 对 现在才三十二岁 对 他十几年前就参加大赛了 哦 跟宝泽老师2005 你说你是同时得奖啊 隔一年 没有没有 有有隔 得奖 得 尤其高雄得奖的人很多 好像是 哦 嗯 高雄水灾想要好一点吗 大家可以送面包去 嗯 对啊 吴宝春的那个高雄面包店 不晓得怎么样 他在台北开幕以后 是 应该到高雄去义卖一下吧 然后他其实台中也开店 也开店 对 到这儿是北中买也都 那那那 要问吴 吴子晶先生 就是说像你们这样子 是不是也需要有个 嗯 就是要要展店才能够 让你的这个烘焙事业能够有一个比较 比较一个 嗯 经济规模 呃 如果要做大一点变成一个大型的企业 当然是要不断展店 但是也有比较多的职人是 就是选择在一间店 然后把这间店做到非常的个性化 哦 让他变成是一个 一个独树一格的代表 我看到你说你跟新野集团也曾经合作过 对对对 哦 大概三年前吧 在台中 在台中 哦 那个面包店 哦 就是台中的面包店 是 哦 好 那我们怎么分辨好面包坏面包 呃 其实你吃了就知道了 哦 吃了喜欢不喜欢 味道是不是有奇怪的 或者是你觉得是很自然很舒服的 现在市场上面的消费者对面包的要求是什么 要求就是天然健康 哦 然后这是第一个 再来就是要好吃 价格呢 价格我觉得应该要摆在健康跟好吃之后 因为真的吗 因为现在的现在的价格好像比较不便宜了 对啊 面包好像越来越贵 你不觉得吗 是啊 是啊 因为现在的比较天然的原物料真的 那个食材的成本 越来越高 长得越来越高 哦 比如说香草夹 新鲜的天然的香草夹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长了两倍多了 哦 是是是 非常夸张 跟黄金一样贵 哦 好 这个所以烘焙这个行业有有有有苦有乐吗 等一下来告诉我们啦 好 所以你的店现在在台北的是叫做 叫做Just in Bakery Just in Bakery 他就叫Justin 我的英文名字叫Justin 他把它拆开来 Just in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街头的转角 特别是台北台中高雄啊 就是一转角就会看到一家 很精致的这个Bakery 这有点像很多的大都会嘛 特别是巴黎 像巴黎纽约都这样 当然巴黎更不一样 所以你们的店是可以坐下来喝咖啡吗 有 有地方可以坐下来 哦 好 那烘焙应该还有甜点呢 呃 因为我擅长的是面包啦 那为什么你还那么瘦呢 这已经比较超老 而且你太太那么瘦 你们你们做面包都吃不胖 呃 可以算是吃不胖吧 这是令人生共分的问题 来我们进广告 欢迎收听Coco早餐 还今天呢 嘉昌呢 请到了吴子敬 他的Justine Bakery的这个负责人 所以你现在是三家 呃 一家台北这么一家 呃 台中高雄的呢 呃 之前高雄是跟莎士比亚 就是跟都是跟不同的人合作 那他现在是独知 自己一个人 呃 开了一个自己理想中的面包店 所以这个开面包店他 嗯 这个事业啊 他呃 呃 呃 你是老板 兼这个Bakery的呃 主厨 主厨 对 然后还要做店长 对 没有分内厂外厂 对啊 呃 这个事业他有一些什么样的 基本ABC啊 基本ABC嘛 就是你的专业一定要 有一定的水平 嗯 专业一定要够 然后我觉得啦 就是像我们现在 呃 我希望面包师傅从厨房 走到前面 去面对客人 去接触客人 可是现在客人那么忙 谁有时间去听你在那 讲那么多跟面包有关的事啊 对 所以这就是我希望做的事情 就我希望大家可以 多了解面包是怎么做的 我们为什么要 这么做它 对 就弄个开放厨房给人家 不就得了吗 对 我店里面是开放厨房啊 连隔间都没有隔 你真的要床的话 床得进厨房 对啊 会有一次去一个餐厅去吃 好像是印尼的一家 很棒的餐厅 吃早餐啊 Buffet 然后他们都是Buffet嘛 对 结果他就有那个 一排哦 那个烤箱里面就是 把可送从那个 烤箱直接拿出来 没有没有 他就从那个一团面 发酵这样子 开始烤 这样的一个个就烤给你看 好好玩啊 很有趣 我喜欢看面包长胖的样子 对 我店里面开放厨房 其实都看得到 看得到 对啊 然后我会这样做 其实是比较希望 呃 因为 因为一般的面包店 通常都是你自己拿盘子跟夹子 去夹面包 选面包 但是 我不知道这个差别是什么 我有点要挑战你了 就是说 谁有那么多功夫去问你 这面包怎么回事啊 然后你还要挑 你还要来挑来挑去 你这个 就是说你 我这样讲可能 因为面包对我消费者来讲 你放一块在那边 让我吃比较快耶 哦 他们也会让大家吃 也会也会 但是比较 我觉得是因为 他过去都跟比较大的集团合作 嗯 那他可能也是 这个 我觉得 我可以想象到 他的心情过去 被被迫去做一些 可能他呃 不是那么乐乐意去去尝试的事情 但现在他取回主导权之后 他想拿回那个 所以所以你要有 signature的产品 是 所以你的signature产品是 胡萝卜 然后哦 这个就是2007年那个 得奖的 对 叫蜂巢 11年 11年 然后那个时候用的就是高雄的蜂蜜 对 我跟你讲 就是现在我们得奖的东西 大部分就是用荔枝啊 用把辣 用凤梨啊 用蜂蜜 那以后要怎么耍了呢 我们出国了 哈哈 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比赛 这十年当中已经带动了一个在地的食材 好像台湾是一个第三世界被开发式的 那个欧洲国家发现 啊台湾真的是不错不错啊 这有很多 很新的东西 有很多好的这个 bacery的这个 师傅 可是下一步呢 以后总不至于再用荔枝 再用那个 那个 那个 嗯 芒果啊 这就是所谓 吴宝春开发出来的这个 烘焙的另一个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啊 对不对 对 如果是说比赛的话 其实我们都是希望呃 借由这些东西 让大家可以多认识我们 嗯 这是一个台湾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嘛 我的意思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我们有个代资影在亚运上面打成那个国际第一名金牌 就已经很棒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烘焙业 我这样问有点有点就是希望 因为我看到吴宝春跑到信义计划区的 新方节市堡去做精品的这个面包 那那那台湾的这个烘焙业已经从日本的传统的 那个那个那个标签当中已经走出来了嘛 那虽然现在还有很多家连锁店都是日式的系统面包嘛 那我们这个行业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因为你很年轻耶 你才三十几岁猪头 啊 那下一步怎么 我觉得应该会会有一点像日本的的五年前到十年前吧 就是会越来越多比较有个性的小店出现 然后让消费者的选择会越来越多远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个性小店 对对对对对 那个性小店怎么生存呢 呃生存就是要走出自己的路啊 因为像我我自己就希望做到让这间店非常的有温度 那温度指的不是装潢很漂亮或是什么 温度我觉得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沟通 就叫人家开车去买 我对那个你知道我很想去很多的店那那对我来讲那些店一定要一定要开车可以停到门口不会被抓包 第二呢最好停车的地方 然后第三呢就是捷运口 对不对 刚好我们店符合这三个 中山国小 中山国中 中山国中 中山国中口啊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一百公尺就到了 然后台湾有太多我们介绍过好多是烘焙的那个现在在那个日本师傅他不是在野生自宽吗 对啊他他在就就也上面包吗 对对对 那个那个地方还OK啦你可以把一个人放在车上下来 是是是赶快脚步快点 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方便方便 对我来讲 我信任你的品牌 我信任你的店 但是我也很忙 所以呢我可能是一个礼拜去两次 采购 采购 采购完之后呢我会想办法让他好吃 那你怎么去满足呢 尤其台北人啊 采购的话比较没问题啦 除了离捷运站进之外 我店门口就有一个就是可以让客人聆听的地方 那你民生社区的客人有中山国中的客人 中山国中 是以家庭主妇为主吗 其实都有耶 因为旁边也有很多办公大楼 你开业才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而已 大部分人买面包 他是为了第二天早餐 还是为了 通常都是为了第二天早餐 真的吗 但是有一些上班族其实是 中午就 取代午餐的那个 所以你有咸的 有 也有一些咸的 我今天带来的都是甜的啦 对啦 所以我的感兴趣的是这样 因为你们竞争好鸡肋 因为我们台湾还有很强大的便利店 对 很恐怖 然后这样今天我就觉得很幸福是 寇姐应该有闻到这空气中都是麦子的味道 其实进他的店里也会有那样的感觉 因为他是一个open kitchen 然后一个很有特色的柜台 所以你走进去的时候跟一般面包店的那种味道不同的是 我认为他就是真正欧式风格的感觉 那最有趣的是他14年出了一本书 就是关于欧式面包的书 所以说我相信他这一路上的坚持 未来还不一定啦 但是现在他就是希望把他的想法完整的呈现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面包 他的店 还有甚至他设计的店卡是他太太弄的 那四个很有趣的图案 从这个水盐 小麦跟酵母 都是自己很完整的传达自己的意念 我觉得就像是寇姐一直鼓励这些年轻人 完整而且坚持的呈现自己该走的路 但是就对啦 就是所谓个性化的店 现在有很多嘛 都是餐厅或是烘焙或是甜点啊 什么和果子羊果子都是这样子 就是说 最后他跟店主之间所传递的那个message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很多的年轻的消费者 吃欧式面包大概是比较年轻时代 年轻一点的 他大清早吃面包 吃欧式面包的多 还是吃 吃菠萝啊 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口味有世代的差异 因为其实越年轻了 就是就像您讲 我觉得保存师傅出现 可能会是台湾饮食的 就是吴宝春带动了台湾日式面包的这个 传统的挑战跟转变 那欧式面包花了十年的时间 当然还有很多人的努力啦 像马可先生等等 可是这次蛮有趣的 像拉洛斯摇关 拉洛斯那个地方房租也太贵啊 101的店摇关 他等于是整个撤出 那他是因为他 因为他的竞争者太多了 他是用法式 他就是纯法式 他虽然土司很好吃 可是他土司很贵啊 博客也是啊 也是非常 就是非常有趣的是 就是一直都有不同的新的挑战者出现 那为什么破都开得好好的呢 破的面包也觉得好不好吃 不错啊 然后就是他真的是从法国飞来的东西 那他就真的法国面包 那他还是品牌嘛 那像我们介绍过那个Ken啊 有没有 他是自己在红树林的这个年轻人 一个年轻人在红树林开的烘焙 他是专门做这个 对对 可颂啊等等的 那所以竞争你记得你 百花其放 最后一分钟我们请吴子静先生告诉我们 他在民生社区的Justin Berkery 他有什么样的讯息 要跟他这个你的消费者们来说呢 跟你的这个社区的邻居来这个表达 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吃到比较天然 比较健康的面包 然后第二个就是来体验一下 我们用温度带给你们的感动 对 就是不一样的购买面包的消费体验 好 他是说他每一个都放一种在那边 然后你要的时候不是你自己去夹 而是他这个巴尼夹好像好像是去买那个 GUCCI皮包一样 对对对对 所以你干脆就在店里面做好多的GUCCI Brada的这个产品 总而言之年轻人有自己的概念了 而且他今天他的美丽的太太 学设计的也在我们现场 我们祝福你们两个人 好谢谢 Justin Bakery 自己开店是人生最大的喜悦了 谢谢 这广告是